所以我的腿就要灵活的变化 所以产生了三角 三角部 各种步法 所以呢 这样也就要求我们在站桩的时候 不能够站死桩 两个步法是可以灵活变化的 就像我在上节课 批拳的四个方向里所讲的 当我拿好枪之后 对方肯定会刺我的腿部 所以我的腿就要灵活的变化 所以产生了三角 三角部 各种步法 所以腿一定要是灵活变化的 拖枪尾拳吧 枪拳一礼 我从侧面做一下 当对方刺我的腿的时候 我的步法需要灵活的变化 才能守得住这条中线 所以在我们列拳的时候也是 站好了三体式 不能够死住不动 它的步法就可以前后变化 刚刚做了一个五行连环拳的示范 包括P拳的散逝 P拳 打一个P拳 前后的P 进退的P 左右照顾的P 上下的左 所谓的猴形 所以行异拳实际上 各种五行拳 十二行 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步法 去练习你的三体式和会员装 所以行异拳只要练好三体式 练好会员装 就可以说练了大部分的行异拳 想学习正确的三体式战装 和行异拳战装的方法 欢迎到我功夫者的课程 去看一下 里面有非常科学的三角形 杠杆等等 科学的行异原理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